感情严重 彰化线每天的确诊人数也不断攀升 为了避免病毒传染 民众都把口罩戴紧紧的 但是有家长发现 小朋友早上到学校戴的口罩 跟下课回家时戴的口罩怎么不一样 询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孩子们觉得 对方口罩上面的图案比较漂亮可爱 两个人就交换口罩戴 导致双双确诊 把家长吓坏了 粉红色的Hello Kitty口罩 还有爱心图样口罩 小朋友到学校发现同学戴的口罩比较漂亮又可爱 没想到竟然约定互换 有家长就发现 就读国小的女儿回到家后 脸上戴的口罩和出门时不一样 询问之后才知道 竟然是跟同学玩交换口罩游戏 有感冒的症状 在两个抽丝剥颈的情况之下 他发现他们居然互换了口罩 就因为互换口罩双双确诊 让不少家长觉得震惊 我吓坏了 所以我赶紧回去跟小朋友说 有这样的情况 千万千万 不管对方的口罩 再可爱也不能交换 不行的 很危险 会接触到其他别人的口水 那如果对方有这样的一个病菌 不管任何的病菌 那你都会这样子的禁具的传染 而县府教育处表示 县长得知讯息后也相当重视 教育处也立即提醒全县所有国小校长跟老师 务必确实宣导 就把类似事件在发生 其他学生的老师们也紧急对小朋友做宣导 小方表示 学校都有准备口罩给小朋友使用 如果脏了或是被水沾湿了 都能随时更换新的口罩 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